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琼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电影,我是琼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小时候因为看奥特马 老是做梦梦见自己变大和怪物搏斗 这也导致了我以后特别喜欢看怪物一类的电影 比如今天我们要说的《海岸大不怪》 说实话,这个名字非常的奇怪 故事要从天上掉下不明误到爱尔兰海附近说起 这掉落下来的不明东西 备受遇传给发现了 如果是我的话,肯定不会靠近 毕竟这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总不能从天上掉下一大块金子吧 果不其然,这艘船上的船员没多久都遭到了袭击 不过他们在遇南之前联系了相关部门 另外一遍,在爱尔兰这边当警察的男主傲斜 每天酗酒 作为一名警察这样似乎有点不好吧 今天一名新来的女警察诺亚莎 她来接替上师两周的时间 上师显然知道靠男主一个人维护不好这边的秩序 毕竟你天天喝酒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但女主的到来并没有带来好运 反而有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海岸边竟然有无数的金鱼搁起了 当然用搁起也不准确 因为这些金鱼全部受伤死在岸边 法医在检查的时候看到女主来了 就没有什么心思了 不过这些金鱼想要遭受到了攻击 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易地死在岸上 无果后,男主带着女主去找了当地工程队的人 他们那边有挖机 可以将这些金鱼先清理掉 虽然金鱼清理掉了 但还有两名工作人员在岸边 其中一名去拿工具的时候 看到海岸边上有奇怪的弹 甭想带回去 没想到却被可怕的怪物给拖到了海里 同伴来找他的时候却不见踪影 至于这个人的结果如何了 我也不知道 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反正两个人在岸边都失踪了 而岛上有一名老人抓到了古怪的龙虾 更是让朋友过来看一下 没想到被碰了一脸 朋友还说这根本不是龙虾 到底是什么鬼 虽然老人找到男主说 自己抓到了一头海怪 但是大家都当他是分子 怎么可能会相信这个老人说的话呢 好吧,不听老人眼吃亏在眼前 不过那名被碰裂脸东西的男子 在家中竟然遭到了可怕怪的袭击 他的妻子也未能序免 当然这些事情 男主女主他们还不清楚 此时的男主又喝高了 准备找女主说话 不过一个钢铁之男撩妹子有点尴尬 虽然其他人都遭到了怪的袭击 但是那名老人却干得不行 之前他带回来的龙虾变成的怪物 还爬到了墙壁上 对他展开了攻击 但老龙吝死不去 竟然将怪物打得半死不活了 本来按照套路 暴脸虫一样的生物应该非常的可怕 但没办法 艾尔兰老龙或许更加牛板 也因为这件事情 老龙再次找到了男主女主 现在那怪物尸体就在法医那边 法医对这类似章鱼一样的怪物进行检查 法医说 这种生物在地球上似乎不存在 根本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讯息 而且这生物似乎对两种东西特别的敏感 一种是水 一种是血液 那么这种生物如果再次碰到水 会不会活过来 和生命力顽强的水质是一样的 当然这头生物是雌性的 因为在刚才他生下了一个蛋蛋 不过这怪物和蛋蛋差不多大 怎么生下来呢 或许外太空的其他生物 有这种特异功能吧 虽然弄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但他们并没有太大一回事 想到男主女主 来到最初找到精鱼尸体的海岸 在这里发现了宫头的车子 人到底跑哪里去了 所以他们去附近的房子那边询问情况 没想到发现了最初死去的夫妇 如果怪物已经被老人打死了 那么夫妇为什么会死 显然怪物不止一只 而且极有可能是雄性的 力气大到能打碎浴缸 他们需要去确认下 最初发现均匀尸体的附近 那边是否有怪物 如果有的话 那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今晚可能有暴风雨要来了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即使联系外界寻求帮助 也需要等到明天 要是真的有其他怪物 那么本来这怪物是需要谁的 没有下雨岛上还好 一下雨岛上都是谁 那就尴尬了 男主和女主进入到岸边的一个山洞内寻找 却发现了最初失踪传人的异服 更是在这里看到了无比巨大的怪物 而老人则在岸边发现了怪弹 靠近一看 却被里面的东西给吓到了 显然这就是那种怪物所生的 里面的小怪物显然要孵化了 眼见不对劲 几个人拔腿就跑 男主准备回掉雌性的尸体 不然一旦雌性和雄性遇上了 生出更多的怪物那就完了 不过男主有点坑 用火烧要选地方 在实验室内 导致消防喷头直接发射 将水撒在了怪物身上 有了水他甚至活了过来 好在雌性比较弱 男主只是被喷了一连液体 外加被暴住吸血 不过男主喝酒了 所以怪物对他有点过敏 不然男主早就死了 原来喝酒还有好处啊 简单知道怪物怕酒精 那就要想办法让他喝下去 男主和女主几个人偷偷的集结群众 当然在此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测试 多少酒精轮度可以干掉怪物 女主主动测试 都说不喝酒你不了解一个人 女主不喝酒前非常的正经 也很不错 但是喝了点酒之后 真的完全变了一个人 不过他们至少得出了 浓度在0.2左右就可以干掉怪物 看来要喝不少酒啊 所以男主集结了小正上的人 表示今晚大家好好狂欢一下 用免费的酒供应 果然艾尔兰的居民 对酒真的是非常的痴迷 当然他们肯定不知道 男主他们所做的目的 只要大家都喝高乐 学内蕴含酒精 怪物就不会吃了他们 但真的是如此吗 就在男主和女主 在车内培养感情的时候 一名大叔因为尿急 准备出去小便 没想到看到了 无数萌萌大的小怪物 当然小怪物想要对他 没什么伤害 真正有伤害的还是那巨大的怪物 这位大叔直接被拖走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脑挂子 但众人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晚了 最逗的就是法医 因为喝高乐连怪物都嫌弃他 吃倒是没吃 但是直接将他给拍飞了 现在无数的小怪物冲入到酒吧内 大家吓得哇哇大叫 当时该怎么干掉这巨大的雄性呢 女主突然想到了工地那边的挖机 只要将怪物引入到那边 用挖机外加汽油 应该能够干掉他 说干就干 两个人好不容易拿到的钥匙 开车前往工地 怪物也一路跟着追来了 因为男主身上有磁性的气味 甭想将怪物引入到工地下面 然后引爆汽油桶炸死他 但是男主却受伤了 好在女主这位男翔技校壁的人 开始挖掘机 将他推了下去 但怪物吝死不从 还要抓住男主准备吃下去 可惜学生带酒的爱偶狼人 可不会给你机会 喝下酒的怪物将男主给丢了出去 女主更是引爆了汽油桶 最终怪物被干掉了 似乎一切都结束了 男主女主也收获了这些爱情 但事情真的结束了吗 因为海岸边还有很多这样的怪当 恐怖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说实话这部电影偏向轻松辉鞋 怪物怕酒 准确的说是怕酒鬼 这个设定也没水了 怪物的嘴巴很像排气上 颇有低配版极度深寒的感觉 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